你还真是我孙子 晚上他上山来干什么 主人后面怎么还有个女人呢 真是他呀 后面还跟着一个女的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在吗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真不应该老跟那个延峰待在一起 都快变鱼目脑袋了 到现在 连神仙姐姐叫什么都不知道 神仙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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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姐 就戒什么法器 这么厉害 瓶子 这龙颈到底在哪儿啊 怎么都找不着啊 龙颈 龙颈 神仙姐 龙井 何妨要的 想伤我孙子 瓶子 我想我找到龙井了 应该就是这儿了 神仙姐姐 我来还你东西了 神仙姐姐你在吗 你把镜瓶扔下来吧 镜 镜瓶 原来你叫镜瓶啊 神仙姐姐 还是你上来吧 我想亲手还给你 我受伤了 不太方便 你受了伤 那我下来看你啊 不用不用 天色已晚 我看 你还是把镜瓶扔下来 早点回去吧 那不行啊 我答应你要好好帮你保管他的 我想还是亲手交给你比较好 这个人 怎么这么麻烦 那好吧 你站远一点 我上来了 好好好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你伤到哪儿了 我没事 镜瓶呢 你放心 满好无损 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吧 不用了 我是觉得 男女受受不侵 我们人神殊途 有什么好受受不侵的 我好歹也是你的救命恩人 又帮你把镜瓶送回来了 你总不会拿了镜瓶就不理我了吧 那你想怎么样 你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看看你啊 这个色鬼 看什么看 我答应着瓶子的主人 好好保管它 你总要让我看一眼 让我确定你是它的主人吧 好吧 但是你看完之后 就把镜瓶交给我 那是当然 看着吃 是啊 还要浪费 一会儿 弟弟 看着椅瓶要下毒手了 弟弟 这炸具stroke的 鬍伤我孙子 什么水 怎么 你不是找我吗 怎么会是她 是啊 是 当然是 既然确定是我 就把庆平给我吧 你是什么人啊 你怎么会住在这龙井里啊 我 住在龙井里 我还能是什么人呢 我是小龙女 小龙女 小龙女 我在这儿待了几千年了 没听说过有个小龙女呀 小龙女 怪不得 晚在水中央 好了 看也看了 快把庆平给我吧 哦 三哥 等了几百年了 我终于可以救你了 三哥 你等我 我们就要团圆了 呃 你在说什么 谁是三哥啊 你问这么多干嘛 时间不早了 你快回去吧 在回去之前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好吧 你问吧 我们之前认识吗 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不认识 完全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呢 你的梦 我怎么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不过没关系 好歹今天我们也算认识了 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家茶园就在这片山上 咱们也算邻居 我就抱人 以后 你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 竟可以来找我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你来干嘛 我是说 没事就别来了 连你也这么想吗 好吧 那个 其实我最近也挺忙的 再说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奇怪 怎么连龙颈都不见了 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 神仙姐 你在哪儿啊 人呢 明明刚才有人来的 奇怪 你伤人算什么本事 废话少说 把竞平给我 我知道竞平对你很重要 可他对我同样重要 我要用他来救我姐姐 你姐姐好歹还活着 给我三哥他 我要得到竞平 救我三哥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那是他的结束 你这样做会遭天谴的 我不管 没有三哥 我活着也没有意义 把竞平给我 我要为三哥报仇 如果你们都没有 你可太好 干什么 你不得了 你可太想太 行 你可太 你个人 好 你敢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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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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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再叫我少爷了